再来关注巴黎奥运会在31号展开第5个比赛日的争夺 在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中 赛事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中国飞鱼潘展乐 以刷新世界纪录的46秒是040 夺得了中国队本届第9枚金牌 也为中国游泳队拿下了在巴黎奥运会上的首枚金牌 他在巴黎奥运的成绩比自己今年2月在多哈创下的世界纪录要快了0.4秒 另外中国队的女子双人10米台 女子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也都夺得金牌 在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 世界纪录保持者中国飞鱼潘展乐用46秒40的成绩 再次刷新了自己的世界纪录 为中国游泳队拿下在巴黎奥运会上的首枚金牌 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跳水 陈宇系全公产的水花消失数 使他们以359.10分夺冠 这也是梦之队在巴黎的第三金 当天的女子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决赛 中国选手邓雅文在两轮比赛均表现出色 最终以92.60分的成绩在9名参赛选手中排名第一 为中国自由式小轮车队赢得了奥运会史上的首枚金牌 在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中 中国选手张伯恒以86.599分摘赢 上届奥运亚军中国老将肖若腾 以总分86.364分夺得铜牌 较早前的乒乓球男子单打32强赛 中国选手王楚清吴云16强 此前王楚清的球拍被场边摄影记者踩坏 因而启用副版出战 王楚清为爆冷出局表示 换球拍不是输球的理由 觉得还是自己出现很多问题才导致失败 而在女单乒乓球32强 代表卢三宝的61岁倪夏莲 已局数0比4不敌23岁的孙颖商 虽然32强止步 但倪夏莲打出快乐乒乓不会因老放弃梦想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见